Hello 大家好 我是Jenn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万锦的Bursay清华颜色区双车库的独立屋 90天内的售出 现在卖到什么价位了呢 给大家分析一下数据 这个是过去30天的CMA 共售出7套 面积大小从2000到3500 共有3档 500一档 2000到2500 2500到3000的 3000到3500的 那么也有更大的3500到5000的 双车库的 还有5000家的 这个售出最低售价的是154.5万 最高售价235万 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 平均售价187.4万 卧室的数量呢 有三个四个五个不同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154.5万的这个 它的面积大小呢 是属于最小的2000到2500 卧室四个 然后面宽呢 是30 属于双车库中比较窄的 地下室已经装修 而且是走出式的地下室 所以这个价位买到这个独立屋 还不错 那下面呢 我们介绍卖的最高的 235万的这个双车库的独立屋 面积呢 也是最大的 3000到3500尺 卧室是五个 面宽也比较大 是42尺 而且地下室是没有装修的 而且装修了 这个价钱还会更高一些 好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再往前推 两个月和三个月 也就是3月7号到5月7号的 售出情况 一共售出的是7套 在Burser社区 双车库的独立屋 最低售价178.8万 最高售价238万 平均售价204万 刚才提到5月份的 平均售价是187万 那么5月份跟3月4月相比 又降了17万左右 当然这个平均值呢 跟售出的这个房子的情况 大小都是有关的 我们不做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究 但是大概我们知道 双车库的独立屋 降幅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 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 最满意的双车库的独立屋 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下 影响双车库独立屋的价格的因素 在我们选定flow area的范围之后 最重要的还是location 然后是layout 地下室是否装修 整个房子是否做了装修装饰 还有一个我们在数据里面看不到的 就是seller's expectation 这个需要你的经济 跟对房经济做充分的沟通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期的视频 带看和房产知识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